出回商場 我到處隨意街拍一拍 對面有些店舖 有些吃螺絲粉那些 吃東西的店舖 那邊 我先走前面 一路直走 但一路拍對面 豬土雞 有藥房 有巴士站 再走前面 有一間絕美的店 對面也有木屋燒烤 也有些超市 有一間油證局 周圍環境 有一間物雪冰城 剛才我們也吃過雪糕 不過沒有拍 因為剛才吃東西就吃雪糕 周圍環境 對面也有很多 你看到有米粉吃 有湯包也有 麵包店也有 看到很多很多 去橫街 這些是原居民 我叫做原居民的街道 我喜歡拍這些 你們都知道 環境有什麽 生活 是什麽 旅行 我就是當旅行 我都喜歡這樣 周圍看這些 看別人的環境 建築 新疆燒烤 新疆燒烤 有些 連堂街道 看 看 看到這些 蘭州拉麵 前面是鮮牛肉 吃粉麵 那些 發營屋也有 便利店 周圍就是這樣 大排檔 神德大排檔 這裏環境就是這樣 對面是社區 周圍環境就是這樣 周圍環境就是這樣 還有兽仔衣服 兽仔衣服 周圍環境就是這樣 剛才我走回頭 剛才說這個蘭州拉麵 新疆燒烤 這道了 叫連威路 我想走下這些小行 看到有些東西 走太行 這些周圍都有 有甜品 這是吃甜品的地方 有這個市場 這些是甜品 有賓館的 這些髮型屋 這個叫連堂村6號 給大家看看它的價錢 生活指數 有廣貨買香港東西 上個快餐 這個廣貨買香港東西 可能是 居民那些 一心一美24小時 這裡都是連鎖店 我都見過這些 這些 自選快餐 我叫兩頓飯 這裡有什麼 家品 便利店 有賓館 什麼都有 髮型屋 這些是士多 我叫士多煙酒 喝東西 家品電器 又有 這些是鞋 有一間沙原小吃 旁邊 這間 沙原小吃 周圍一間 賣水果的 水果的店 有價錢 清楚 清楚的就拍下 這些 這些店 即是不讓我拍 我要走了 然後這些 這些家品 賣家具 原來都是有髮型屋 這樣 這裡是連堂村 叫做 兜一下上來 走一下 跟著這條片 一起給大家看得 多些東西 這區裡面的東西 這些是賣玩具 文具店 很好的 有些便宜 發店 看到這些 斑展多少 看到嗎 15元 看到嗎 斑展15元 它叫做 連堂村六行 左村右插 還有包點 那些也有 這些位置 有豬腳飯 那裡 那條 即是粉麵 那些 走這邊 這些行 轉來轉去 豬腳飯 不如不是吃飯時候 可能 就是什麼 那些 那些 維修電腦 那些 那些 髮型屋 都很多 非法店 這些 毛巾 襪 什麼都可以賣 價錢 襪 10元 10元 三對 內褲 男女 都有 這些 有個 生果菜 什麼都有 不知道清楚 自己看看 我走回這些行 樓上那些 住屋 建築物 那些 生活環境就是這樣 有一間幼稚園 新世紀幼稚園 這裡也有些 店 又叫超市 小小間 叫超市 三米油鹽 小小間 周圍 給大家看一下 住屋的建築物 就是住的地方的環境 這個什麼 有手絲雞 周圍 生果檔 對面又有生果檔 很大檔 這檔 生果檔 就很大檔 盡量看一下價錢 應該不讓你拍了 應該 那我走了 應該 不拍他 因為他都問你 可能 有些可能不讓你拍 那就不拍 拍條街 又是 又是 又是有生果檔 很多生果檔 這裡 拍個環境 拍個環境 還有這些 有花生的 有什麼 很多 花生 很大代 哇 年貨 那些 那些 花子之類 還有菜檔 周圍環境就是這樣 對面 對面 對面就是這樣 看到一間順風 那邊 遠遠到間 看到有些荷蘭豆 2.98 荷蘭豆 對面 看一些辣椒仔 對 周圍 那一路向前走 這裏都叫 連威路 我直行的 這個 這裏旁邊 看到一個牌 是連威二行 這裏就是 但我打直 這個就是連威路 這些 這些是超市 什麼都有人賣 拍攝這裏周圍的環境 這間超市有很多水果 走回到街上 大街上 有一間 有一間超市 這些是小小的 大陸很流行 這些 周圍那個 還有很多水果 看來都不差 多漂亮 拍門口那些 菜又有 這個位置拍得挺舒服 挺方便 因為我高一級 拍到下面 整個範圍看完 都挺深入的 裡面是乾貨 繼續直行 有路牌就拍一拍路牌 連威路 我一說這裏是連威路 一路直行 沒停過 一路直行 那其實連威路 一路直行 有一間叫全貴酒店 對面 有些什麼走 周圍 對面是 那一路是 這裡是D出口 這裏是D出口 連堂站 原來這個是 這個連堂站的D出口 D出口 D出口 北京北京走過來 就去到連堂站的位置 那這邊叫什麼路呢 那這邊 就是走着走着都走了 另一个地铁站到了 这里也是叫郭威路 那走着这边 也是吃饭的地方 再说说对面 对面看到麦当劳的对面 还有酒店的对面 那个B出口就 那我走回郭威路 郭威路其实也很长 那要看它的号码 应该真的要 后面就逼我了 我也要停一停 那这些吧 连锁咖啡店 有吃猪脚饭 很多地方吃猪脚饭 大陆都是 就是滷水猪猪手的意思 总之叫猪脚饭 大家到这里就当猪脚饭 羊肉粉 这些 海鲜粥 是否真的可以吃的呢 有的 有位置的 不如现在可能 现在静一点 现在这个时候 那这些 牛杂面 家常小厨 买衣服的地方 这些环境就是这样的 五金店 没有 那两个了 那这里 D出口 连堂站 我向后面走回 其实我觉得 有一种感觉 就好像旺角 和尤麻地 两个站 如果懂得走的话 那我会 先走一下 就未必由连堂走了 可能走回这些街 我会由鲜狐路站 回去 其实车钱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 鲜狐路一个站 就回连堂口岸 但是我今天 我就会 去罗湖回去 应该 我就会在大剧院转车 因为通常我回程 我就去罗湖回去 我上次也是这样 如果是罗湖 就是在大剧院转车 就可以了 转回1号线 回去罗湖 我现在就 随意地拍一下街 还可以走到 现在还没累 我拍到对面的牌 不知道见不见到 郭威路 指着连堂站 就是我刚才后面 其实根本上 这里整条都是叫郭威路 那条鲜狐路 应该连接着两个站 那其实你走街 不经不国 走下 又不是很远的 其实 这条里面 有些 有吃饭的 这些是当区的 那些店铺 花铺 它都有写着的 教你的 连堂站 280米 2号线 那我 走回去 鲜狐路站 我会走 这里 是叫做 郭威路 不知道看不见到 怕它有时候背江 到处呢 真是环境 但是不是很多东西走 这个都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 对面也有一些食店 也在对面 那这里过去 有地产店 有食店 横腩菜 看到那些 前面是吃汉堡 包中国汉堡 那些店 那这都是屋苑的 这是楼下的店 那这个 喝咖啡 这家 咖啡店 饮品 饮品的店 有间中原地产 如果是见些地产的 先拍一下 大家看看价钱 你不了解一下 是 大家了解一下 这一区 走到这里 就拍到这里 给大家看看 是呀是呀 我就不了解 我拍一下 是呀 经过这间中原 是呀 那了解一下这些 楼价 那就得知子 生活的水平 怎样 大路一点 现在水平都 很高 吃东西也好 什么都好 真的不同了 我觉得真的 一定进步的 好 好 再直走 对 香港人都以来 我深圳玩 那些很喜欢的 是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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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理 那些 那些 对面 对面 那些什么环境 那些 那些 对面 很多店 对面 药膜拍一下 就不逐个走 这些是药房 这些 卖衣服 我也想拍一下外面的位置 我觉得是挺好拍的 因为我看到很多店 大家了解一下对面 有些 香老鹅 回味香老鹅 哦 对面什么 心照肉菜 街市 应该刚才走过 这里其中一个出入口 对了 走回路 因为我都会去鲜湖路的 鲜湖路站 其实走走走走都OK 总之大家找到 郭威路就很安全了 郭威路你走到哪儿的 你 啊 认得这里了 这里呢 这些口腔啊 兰州拉面 我认得那个 熊麗村腸粉 那个就刚才转过去 转到那儿了 转到那儿了 刚才转到那儿 转到那儿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又到处拍一下 我都 我都怕混乱 对面有一些酒楼 旺东新酒楼 有重庆面 什么都有 心照肉菜街市 又是 这两边都有出口 大家看到 那个回味香老鹅 我不知道大家尽量看 对了 遮住了那些树 那就是心照 肉菜街市 这个也是 很多出口 里面是一个 肉菜街市 刚才我拍过 也值得走的 里面也很多东西 我又再长期说 这条路是叫做郭威路 认着郭威路 就没错了 也不怕挡着路了 看这周边 看这些建筑物 我可以知道 刚才说的腸粉 这里 刚才应该走出来 如果我没有记错 就刚才走出来 应该 我应该刚才走出来 如果我没有记错 好了 这周围环境就是这样 等郭威路 郭威路 我先直过去对面 我不向前走 我就过对面 因为有马路过 我看到他刚刚 过来就是刚才说 心照 肉菜市场 一直拍着对面 郭威路 我想看看这些店 近距离拍摄 重庭粉面 有没有价钱 上去看看 因为有价钱 我喜欢拍价钱 如果可以清楚 又让我拍到 走进一点也没所谓 五十多二十元 周围都是这样 周围都是这样 对 对 对 有人认得我吗 有人认得我的声音 看到我 多谢你 多谢你 对 很大声的说 这个 心照 肉菜街市 这是其中一个 其实很多 都说 好 继续直行 刚才遇到网友 他都很忠实 应该怎么说 这里 这间酒楼 刚才说对面 刚才那个网友 都有看我的频道 我听到很开心 而且他主动跟我说 他会看广告 真是 真是多谢他 我也希望大家 有时间可以看广告 这是面包的地方 刀削面 我看他 没什么人 但是 我又进去 我进去拍价 我最喜欢拍价 他不骂我 我就拍了 刀削面的价钱 然后再出去 我再出去 我拍摄 我也不管了 总之他不骂我 就 什么 先 看一看 三料 二十五 二十五 我买了 二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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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 有烧米 那些 看一看 另外有个牌 拍摄 拍摄一些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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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这间斩料 价钱也很划 五十多元 有只鸡 有没有看到 走远一点 就真的便宜很多 是不是 有电话 这档叫 超脆烧肉 刚才我拍摄 这档 继续 买生果 这个 又是 心照 肉菜街市其中一个出入口 刚才好像没有走 这里 这里这么多人买 这里 都是郭威路 这里 又是 烧肉 多少钱 多少钱 老板 28 28 他说28 不知道 但他说今天28 可能第二天不是 不知 因为很奇怪 这个非常多人 这个人多都很重要 我拍摄不到 看这边拍摄 这些烧肉又多少钱 这些烧肉 这个烧肉 可能他不是头头尾尾尾尔 因为刚才我 早两间 他25元 我就觉得他头头尾尾尔 可能买剩 就是25 这个可能 新开 多少钱跟老板 30元 现在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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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 是28 旁边28 没有人买 这里很多 不过不知道 真的 不要紧 当当私下 有时候不好吃 真的不知道 刚才我去街市买 都是30 我自己觉得OK 买十多元即食 这样 这样 这些 周围 这些便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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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对面环境 就是刚才就是对面那里 中原地产 刚才就是对面那里 那我现在是过来这里 那有条马路 先过了 这里有间 是不是什么 这家便利店 买电器那些 再席一下 这里就是这样 这家是什么 鱼百年 又是买烧美 烧立那些 这些是店铺 干鲜一点 是吗 感觉上 就是它好像 比较漂亮 可能是灯光一点 不知道 嗯 有位坐来吃 里面也说 好 吃走 再一下 那我走回头 因为我刚才走错方向 我走回头 先 因为刚才只是走一下 这条行 走回头去鲜湖路站那边 那去前面那里 那再过来这里说 28元的烧肉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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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元一只 75元 水晶鸡 水晶鸡 三光鸡 水晶鸡也是 那我走回头 这条也是国威路 来的 那向前走先 那当每一间店有新的猪出来 那些人就围住了 要买了 那我 那我 打算向前走的都停一停 就停一停 先看 30元一斤 30元一斤 这里有30元一斤 要多少钱 那走过路过 看到漂亮的都可以买了 我觉得 好了 走回来了 都是沿途回去的了 那直走呢 就是鲜湖路站的 再长期一次说 这里是国威路 向前直走 这里是国威路 一路去走的 就会走到鲜湖路站的了 那我想拍一拍这里 这个就会拗下村 拗下村 我上一条片 专门拍这个 里面有很多市场 就是这个位置 你进去就有市场 不进的就直走 就是等于如果你想去合马 就是直走国威路 好 向后走 那现在我回去的 就向前走 那国威路一路直走 那我看到一间叫 武大朗烧饼 因为为什么我拍它呢 我看到很多人在这买的 那应该 美东西才有这么多人 国威路 那 继续向前走 我看能不能拍到价钱 还没走着 价钱很小 那些价钱 能不能拍到 可能困难一点 那就不拍的 因为很多人都 嗯 再向前走 那一路直走 去地铁站 鲜湖路站那里 大树菠萝 沿途有卖 大树菠萝 一盒多少钱 21元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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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元一盒 好 老个拍一拍 各位老了 大家看到了 前面就是B出口 的了 鲜湖路站 的B出口 前面就是 应该是B2的了 没记错 那我们下去吧 因为B出口 B2出口 只是楼梯的 大家要知道 周围环境 我这条片也是拍到这里了 回程了 那是B2了 回程 看到了 可以下楼梯了 2号先 B2 你看到吗 反光 看得不清楚 那这里下去了 那我这条片拍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留言给点赞 记得